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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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喔 要跟大家說謝謝 因為我在選舉的時候 受到美國 我們僑胞的支持很多 在選後一直沒有機會跟大家說謝謝 那 這是湯水市長以後第一次來到的 美國 所以 在一段時間 小明星跟大家交給他 謝忻政策委員 那一邊講的題目 要一邊從台北開始 我聽說人情都疑我 一個 我本來喔 一個多多人的太太在這裡一些 但是人情都是疑我 我也不曉得說為什麼 我也不曉得說為什麼 我後來在 兩年當中喔 遇到這個從衛生局衛生局 衛生局醫社會監察員 臺灣院地檢柱工程會 調查集團 遇到公務員陳建委會 醫師陳建委會 甚至到了奪稅局 我是台大醫院 從公務以後 唯一一個被監察院 談得過的醫生 在 原理事長的案子喔 當然 現在講這些 有時候 你們聽人會覺得很好笑 但是對我來講 只有當事人來講 整整兩年 都不曉得幹什麼 不曉得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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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在做醫生 因為這要只會怕 幫人出來 因為 不過是這樣 現在那個YouTube 我們把科文德三個字記進去 那調出來喔 點閱率最高的是 這一個 就是我在台北的一個演講 講生死的智慧 這個生死的智慧喔 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在這個演講裡面的 最後一句話 我們人活在世界上 最困難的不是 面對各種挫折打擊 最困難的是 面對各種挫折打擊 因為失去對 人事和熱情 其實我們喔 國東比較囂張的人 遇到挫折 你知道喔 第一個環境是什麼 英文叫李克勢 就是懷憂喪智 你覺得我保證 是台語人在用瓦拉麵 你知道嗎 啊 再來一起來 還可以分析進去 就感覺說 好像怪是不是怪那個人 怪那個人 好像大家都對於其他 然後再來一晚上 有時候會捉我怒我 比如說 好啊 你爛喔 你更爛的 你會撈錢 你還會撈錢 看誰去看 但是我常常在想說 我們能不能選擇 一四種台電台 來面對人生的挫折打擊 那就是一種 一種正面的態度 來面對這個世界 有 有 那也非常謝謝這個 上昌禮的 我雖然在當時喔 面對各種挫折打擊 但是還是沒有失去 對這次的任務 那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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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沒有做什麼 要選 你知道嗎 因為媒體是這樣 在亂講 就說什麼我要選 但是 容易被搞 我爸爸跑到我們 從心底來 我爸爸在那裡 我心裡的招牌 我爸爸在那裡 我爸爸在那裡 講一句話 你說我在二班 失去的事情 我不要以後再失去的事情 哎呀 我說我一世人 最疼的 都是最拐疼的 我爸爸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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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提一下 嗯 但是也沒有辦法 這句話 那我開始在思考一個 到底我們要留下一個 什麼樣的台灣 可以下一個 所以 從那個事情之後 我開始說 我不會改善 我們選擇的 那我在選舉的時候 我的口號 改變台灣 從首先開始 改變台北 從文化開始 這是一場 以文化為主體的社區 也是台灣第一次 要改變政治文化 當初九的選舉 他在選舉 特別是在年輕人 年輕人的投票裡 以前台灣的選舉 在二十到二十九歲 國標力 只要超過 很適合這個 你看校園 人們覺得 這選舉的我沒有反應 但是你就是 霍選人的失業 但是我們考慮 校園 我們覺得 這是我們台灣 我們一個 自己的國家 自己的國家 要自己就 所以我們進入選舉 他覺得 我們個人 這是改變台灣的選舉 所以我們把他當作 改變台灣的政治文化 當初九的選舉 那其實 這個 2014年 剛好是 甲午 我來看 120年前的甲午戰爭 改變台灣的命運 在2014年那場選舉 其實相當辛苦 改變了台灣的命運 所以我來看 這是21世紀的甲午戰爭 其實在選舉的時候 你知道 蔣衛選 是有台大醫學院 最少出來的 黨政策 其實台大醫學院 出來做建議 我們看 對不對 這個人家 1921年 台灣分發協會 台大醫學院 今天 你在那個 台北的 蔣衛選 紀念奉猶 可以看到這個風向 其實這個風向很有意義 他一手拿著 醫生的這個 這個 出城爆發 出城的那個 爆發 那個公司爆發 你在右手 爆了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 我們用捲鋪蓋 那個鋪蓋 可以齁 這個人家 去穿衣箭嘛 想到衣箭追到 開始燃燈 沒有人家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故意 說乾脆每天都開進去 他那個 捲鋪蓋在裡面 夾了幾個書 知道 到經理裡面 對讀書 讀書寫成這樣 他現在出來 都給小罪意見 然後他已經 對他都開進去 還要再做 所以齁 他的貴山麵店 90年節 梁慧成就是 台灣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 但在裡面齁,是不貼貌 在蔣慧水,不到41歲左右,我過失了 就他的貼心啦 他留下一個紅包區團結,團結陣容 剛才我自己要選舉一頓齁 我頭一頓會演講齁 也是在蔣慧水的紀念工作人員 我就開始提出齁 改變台灣從首付開始 改變台北從文化開始 就是讓民化為自己的社會運動 在那時候,蔣慧水就在說 如果沒有辦法改變台灣人的思想和民化 這些社會運動都不會成功 所以在冬天的時候 來變台灣拿個時秀表就有話 來當訴求 在台灣每年到年底的時候 媒體會做那個網路調查 請大家做網路投票 選一個字來代表台灣人的思想 在2013年 台灣社會選出來的代表就是 假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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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4年 台灣社會的民謎 網路票選 選一個代表 民謎專門 所以連2013年選出一個甲 2014年選出一個甲 剛剛開始被傳遺孫 如果沒有甲要用什麼 要擺 如果甲我們要正 所以傳遺孫就出現兩分之力 第一個是排射的力量 再來改變真正 我們要針對台灣社會的甲跟那個甲 來做巧合 我爸爸用一個字去代表他的選舉 對 限制來變 我用一個字來代表我的選舉 對 隨時選擇 我認為這是一個歷史方向的選擇 就是台灣社會價值的選擇 從1994年以後 整個台灣限度難易對抗的一個競爭 所以整個台灣一直在內好內鬥 一直走不出去 所以我才講我 我們今天有選擇 是一個地質方向的選擇 到底我們在走回去那種藍綠浮鬥的區域 才是讓台灣有機會往前走 擺脫讓你 不過這是一個地質方向的選擇 再來 這是一個社會價值的選擇 我聽說 你在台灣社會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你每個都知道 你常常把對的事情沒有辦法做 錯的事情你應該做 你在台灣社會上 有機會往前走 所以我通常是一個社會 一般的選擇 我們台灣社會 能不能選擇一個 大家認為對的東西去做 一般以前 在1970年代 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相信的是什麼 只要努力 就會成功 可是到了2014年的時候 台灣社會 會成功跟不會成功 不是看你有沒有努力 而是看你爸爸是誰 所以這是一個台灣社會 電代給我們扭曲 我要來幫我 這段選舉 是我們看台灣這些 重新來選擇 什麼是對的價值 我們難道都說 大家知道這是對的 這就是沒有辦法做 每天在做錯的事情 所以我說 這是一個 這個選舉 它是一個理事方向的選擇 我們要擺多的欄 讓台灣的房間住 我們要讓台灣 會恢復一個社會價值 由大家來做對的事情 所以外選弟子 我就說 我們要是一個 價值的選舉 所以一輩子 你說說 這個選舉 沒有剩下 以前台北市的選舉 整個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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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不要剩下選舉 後來 要不要回頭 你知道嗎 台灣的網套 實在是太貴了 其實我整個選舉 只要到最後一個禮拜 才買一支網套 就是 這一票 訂凱子的話 結果 我們的對手 未反對和反對 就是做一個網套 說 這一定要訂爸媽的話 我說 我就跟他拜託你 不要未反對和反對 怎麼會說 往這個時代 誰會訂爸媽的話 要把你還是換 再來 我們沒有做那個 制度性形象 你看 那個460 不是就不是 在哪裏 花錢 去做這個制度性形象 那底進 真正的理由 是 我們也沒有那麼多錢 你知道嗎 在原理149的時候 才同時 我照到這個 每個 各種抹黑 最好不斷 我就 乾脆這樣 我把財財全部公布 我跟我看 你來 最近 我每年的那個 褲子餅乾 全部公布 我跟我 去開他圓的帳戶 帳戶 幾萬筆 全部公布 你知道 在網戶的時候 其實 我們政權團隊 通通都反對 你說 你把那個帳戶 全部公布 那有好幾萬筆 你知道 你怎麼又把握說 你一筆都沒有 法國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今天 就算斷一手一腳 也要爭取到這個正當選 所以 原理149的時候 我說 我這樣 一年你那些懷疑 我說過我全部的財產 我說過我全部的帳戶 我說過我全部的帳戶 我說過我台灣 我都說過來了 換你 先對手跑掉 所以後來就是 NP49 就算是這樣 有過關 再來 停止不管 這完全台灣社會好錢 我們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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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台北市民 那是命的 義務 你知道嗎 感覺都要高什麼錢 所以選舉 錢固定 還有一點很重要 人 只要錢多了 就會扶持亂象 所以 乾脆 我選了15個頭 這樣負款 這樣差不多不夠用 平均負款 所以 剛才 到台北市民 你記者才會 財團 開始要來賺錢 大家賺錢 我說 下一次請早 既然宣布都不收錢 都不收錢 都不收錢 而且 我還說 選舉 我們得到選舉補助館 一票三十五年 所以我想 我贏了 五十五萬票 有收了到 兩千七百萬 我告訴我 我這些錢 在未來四年 最起勁的時候 全部捐回去 就是 我要吃慈善 或者這樣 才比較冷 換換換 再次 記得要請我們 送給我們 我們也沒有辦法 放在自己口袋 要關注 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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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 這選舉案 我做負面文宣 也沒有做政黨動員的造勢委會 我把選舉不需要搞得很悲情 選舉應該是讓人民可以快樂 其實政治的目的 就是讓人民可以過快樂的生活 這麼簡單的 可以送錢 而且說我們沒有打悲情牌 也沒有那個恐嚇 或政策的買票政策 尤其最重要的 我聽說 我不是要當政治上的領導者 我要當一個文化的傳遞者 有一次我去高雄醫學院 我去研討 那一天我都不學習還見 來到我六百幾年 說了之後 我又要建立一台 我說你相信公平正義嗎 就太實在有了 我又說 我今天才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讓人民相信 你們本來就應該相信的東西 在台灣這個社會 為什麼人民開始不相信 他們本來就不相信的東西 如果一個社會的人民 都不相信公平正義 這個社會會有求 所以 我不認為說 我要當一個政治上的領導者 我要當的是一個台灣社會 文化的傳遞者 要讓人民重新相信 他們本來就應該相信的東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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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投票率超過七十五百成 那在台灣 因為你才到二十五百年輕人 所以投票率從來沒有超過五十百成 又是第一次 最好 我告訴你 大家幫忙 所以改變成可以了 當然這一次是 就是在台灣歷史上第一次說 行政權跟立法權 真正正黨的地 那其實 今天的選舉 2016年1月16日的選舉 在2014年11月29號那天晚上 就已經大肆去了 大概就已經決定了今天 他的政治的局面 事實上 我們在進入台北市政府以後 這個 幻象更新 改變政策 我當台北市長 當天晚上 就把中藥系統 公設專案把他拆掉了 過去 這個蓋好 擺在那裡擺個八年 為什麼 沒有允許想要被 有允許去把它拆掉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政治 不一定每一次都會做對 可是如果有時候做錯了 沒有人敢認錯 其實中藥系統公設專用到 也許一開始的設計 有他的強化 可是蓋好以後 做好蓋好以後 因為總統的原因 你知道 一直沒有用 蓋好擺在那裡擺個八年 沒有用 沒有人敢去承認說 這是錯法拆掉 所以我在 我早上10點 就這個交界典禮 下午2點鐘就開了 公布會議 當天晚上就把它拆掉 這拆的時候 這個大家都覺得很新奇 所以整個中校西部 民眾為官 對啊 賣小吃的全部都來了 你贏錢 我早來看 小君 你最近看台灣的小群 如果你們現在再回去台北市 看 北門重現 北門那個高架橋 擺在那裡擺了三十年 每一個台北市政府都會想說 這個應該要拆 可是一樣沒有改去拆 為什麼 因為就是麻煩 就是困難 你想想看 海北市的交通 如果拆那個橋要三個月 有可能 要把這個路這樣攔起來 三個月 不可能 所以當時有說 他這樣好了 我們你有過年的時候 八天打拆給 為什麼 大家在台北市政府 不敢去拆 過年不是要放假嗎 你說 過年 大家都出來加班 你知道嗎 大家都不完 你知道嗎 加班會要過了 我就說大家覺得麻煩 即使公務員 他就是要服務人民的 所以 所以為什麼公務員 放連假 一定要跟大家一起 我說 我們台市政府 過年的時候 八天的假期 把它拆掉 後來 沒有用到八天 六天就全部給它拆掉 我現在 發現大家 未來的這個 半年 我們都一直到 明年雲宵 整個那個 北門旁邊 全部會整修外面 法國的巴黎 凱旋門 這樣我們台北市 會有一個北門門 所以我們台北市的一個地標 會把它弄得漂亮 以前 那也一樣 就是說 大家都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 其實做什麼事情 需要的就是 決心 不就想台北 這ostook 歸一年 在台北市議會 的一個資訊 有一個議員問 我說 為什麼去年那個 溫山區的防水預算 編了23.5億 但你用八一就把它蓋好 就終於回事 我說 因為柯文哲當市長以後 台北市的公務員突然都變得聰明 一類黃紅的計畫 一個一個一個加起來就是3.51 可是為什麼那些人就不會把這一包全部做整合 要挖連通道來把它整合起來 其實後來我們公務局把這些所有的案子拿到台大公學院 一起來到台大公學院重新討論 做整合 八一就解決掉了 其實公務員不是笨 是因為你不讓公務員變聰明 後來就變笨 我常常說 現在常常Smart CD 是一個很流行的名詞 其實要Smart CD 第一部要一個Smart盒的市長 所以二十三點五一的預算 整個計畫八一就做完了 升十五月 我最指定考一個禮拜 發生這個火災 這個火災是一個樓上的違章建築 發生火災 我後來說 我這個違章建築 涉及公共安全 這個要處理 後來查起來 全台北市違章建築 比方說黃樓槍跟人家擋住的 或是這種樓上違章建築 有違反消防安全 查起來總共有兩百二十六件 我當時就宣布說 違建管制涉及公共安全 一定要拆掉 然後我就叫這個社會局 民政局 檢察局 駐發局 全部做普查 這些人如果是住房子 我們要把他拆掉 需要給他找新的房子 我們就給他安排 困難 反正每一個 所以住在這兩百二十六個違章建築裡面 一千多人 全部都做調查 全部都給他安排 然後 我說違章建築 說要拆就是要拆 我說法律是給人去遵守 不知道給這名參考 我那時候說 三個月 該安排都會安排 但是時間到 一定要才 現在講都沒有用 所以我們用事件的波動 取代事後的衝突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在整個 臺灣的歷史上 是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三個月到期的前三天 大家都還在觀望 永遠的 這還不丟不丟 這還不丟 這還不丟 反正我當這個態度很清楚 十二台獎都沒有用 該猜誰就猜猜 結果 這在開任的歷史上 我覺得是一個很特殊的一件事情 最後三天 台北市政府都沒有拆 那些人自己都拆掉了 這是第一次讓臺灣人民相親 法律是給人民遵守的 不叫給人民參考 我想大家都在美國住很久 1993年 我趟美國民意蘇達大學 去當那個 research way 那剛才我這個 那剛才我這個 我遇到這個 不會做教授 那哥哥今天又來了 他說 欸 君子 你來美國看 我做什麼 你對美國人有什麼看法 我說美國人 浩斯坦做 他說浩斯坦做 你來的時間很好 沒有說什麼美國拼不過 裡面那個荷蘭紐是在臺灣 三人也拼不過 欸 這個問題我想的就是 臺灣人也不比較聰明 也不說比較高 也不說比較緊張 也不說比較緊張 可是為什麼沒有用 因為其實我們中國 一直沒有建立一個法治的國家 其實我們 只要我們中國的這個社會 還在講錢利華 我們又是一個洛洛的國家 為什麼 華 怎麼會站在一個跟錢跟理 對抗的位置上面 華要合錢合理 更重要 華要合法 所以本來 為什麼人民不說華 政府自己就沒有帶高說華 所以華要合情合理合法 成為人民唯一尊重的標準 已經 開放政府群民參與公開動 我在去年8月1號 2015年8月1號 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認為這是 臺灣政治史上很重要 一件事情 我做了一道下一個大命令 從2015年8月1號開始 凡是臺北市政府 跟人民權益義務有關的所有的法令 不管是自治條例 SOP 或什麼自治規則 全部以臺北市政府 華務局網站上面公佈的法律為主 這是很重要的權力 這代表什麼 從今天開始 政府一切公開透明 以前你心情建造 把你趕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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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走 那有些人突然從抽釘去 那些人都說 好像這個權益不是這樣 法律不可以這樣 法律就這樣 每個人民都可以 在同樣的基礎上面 所以我當時都說不可以這樣 從8月1號開始 所有份人民權益義務有關的法律 全部以台北市的法務去划那個網站上面的法律為主 凡是因為沒有update,沒有rewise 而造成人民的權益又損失 有台北市政府負責 我們要讓台灣真正開始成為一個法制的國家 法制這名歸遵循的標準 你是所謂的五大案 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看起來都很合法 可是不合理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就是從來不把規則拿出來給大家看 我說很簡單 從現在開始 所有的VOT和規則全部充電 全部在網站上面公布 以後要做設計 每個都在同樣的基礎上面 大家公開公布 所以我們把VOT制度 整個重新修理 同樣的道理 我們把財務主力開發制度 也全部充電一點 開始 凡是政府 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到第一線跟這邊結束 包括我們叫共鳴咖啡館 我們有什麼遺案 我們說我們在哪個地方 我們要討論 像最近的園團 到底要怎麼處理 我們開公民的咖啡館 討論 然後我們有什麼想法 把議員全部叫來 我解釋一遍跟一遍 管瑞克舉手 大家先來討論 然後我們要到地方 我們要辦國民住宅 你看到地方 這個學校的禮堂 去辦說明會 甚至 我們辦這個野台系 這是一個社子島 霞肚 社會 社子島開發案 我就要教你 有一階段 登記 全部 我講完以後 辦你上海講 每個三分鐘 你一講 我也跟你辯論 我當場說明 其實政府要有勇氣 直接面對人民的質疑 有人說 以前跟他選舉以前 我怎麼來講 你知道 選舉後 從來沒有出現 我們是選舉後 到一個 開北市每個區 去辦說明會 這個地區到底要怎麼開花 我直接跟他 人民再直接講 有問題的 全部都可以這樣講話 我們 以前台北市 走路 那個道路 你知道 我們有成立這個 道路環圈中心 以後要挖 要統一挖股 這個去年7月1號 開始成立 沒有辦法一步到位 我們後來成立 我們現在台北市挖馬路 已經不減少20% 不過我們還繼續 再把它靜一靜 還在整合 所以將來就是 讓這個馬路 不會挖來挖去 其實 難道政府 不知道這個馬路 不應該挖得再挖股 再挖嗎 你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這個路平挖 花了多少錢 你能花好幾十一年 港元多減少 大家多減少 我都說沒有那一回事 以後就是 道路統一花 再來 後來歐盡 參與師預算 你知道 我們把這個預算 開始讓人民可以採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 公共採購制度 目前 五百萬以上的採購 統一花 其實我們的預算 會主張公開透明 我們現在整個預算 你知道嗎 給它視覺化 全部 用那個 大小比例 你知道嗎 全部上碗公告 讓人民看來 我後來發現 這個社會為什麼會黑暗 因為你把它藏在座子裡 你給它公開透明 所以我的預算 我全部都 我的預算 是整本在網路上公告 很簡單 但是另外 我今天來當台北市長 是認真的意外 我沒有打算要刀子 所以別人也不可以刀子 所以我把我的預算 通通上網公告 而且用這種視覺化的表現方式 讓這個市民很清晰就知道 台北市很緊張好感覺 比心 很多人在說 他們在建議 要有量的政治 要讓人民有改 我要跟大家講 我反對這種改變 我認為政治就是點點利利 什麼叫點點利利 每天遇到的問題 解決定 我去當市場的時候 我說奇怪 我們在這一樓 我們那個市場是在十一樓 我說怎麼會警察這麼多 我說幾個 他說二十二個 我說為什麼要二十二個警察 他說這個要保護市場的安全 我說說不好就好回來 不好 那麼多人很好 我說說要這樣一樓 那十二個 這樣成十個 這樣成十個 先審掉十二個 十二個警察 一人要多少錢 至少一千萬 因為一個警察一人的薪水一百萬 人是沒有 再來 我來看見 我問那個公友 這個窗戶旁邊都擺在那邊 噴災 我說你每天要花多少時間 在操作這些東西 他說差不多快要兩個小時 這樣澆水幹 我說那這樣很簡單 全部把它撤掉 你每天少掉兩個肉 再來 我去 我去 最期間討論 我說 這辦公室裡面怎麼那麼多報紙 我說這個報紙喔 禮拜六 禮拜天 你有來辦公室看報紙嗎 沒有 我說要看報紙 我自己買自己看看 所以喔 那個過測 全部取消掉 你怎麼想要幾千萬 這喔 這就是有的人就會收回 我說喔 當官 你知道喔 為什麼出國 我當市長出國要做商務餐 我說不用啦 做經濟餐又可以 要做商務餐喔 自己去Apaclet 我以後 你自己去看 這就是什麼 並不是當官 就一定要享受 我覺得不需要 你公務員只是 我們提供你基本的需求 那你要Apaclet 你自己去想辦法 我去的時候說 我們這個公務 台北市的公務員 怎麼每天報交通會 是從苗栗 報到台北市 我說那個工資最多兩萬 我說超過兩萬 你沒有跟你補助有到 我說超過兩萬 你怎麼還在補助 你知道嗎 我說那這樣好了 超過兩萬以上的交通會 全部取消掉 這個一年有多少 你知道嗎 九千八百萬 我們加班會一年出 五億 沒有 你看看 這樣好了 除了 這個 台風天 救災 加班可以算 其他情節 一定 以補修為原則 再來 這個很有趣 我去台北市政府有時候 台北市政府 顧了三個人 專門在寫那個 緩編 我沒有 這樣好了 以後要緩編了 我電子人寄給你 自己的緩編自己給你的 自己的緩編自己給你的 那三個人一年 再開七十幾萬 自己的緩編自己贏 通常這樣 不過 有來料的 我們都會 激那個電子人贏 請他自己去 自己去 出來這樣 那台北市政府 利用上班時間 在開運動會 在辦球隊比賽 我說 哇 你這有夠贏 有夠贏 還行 不過以後 公務員的 這個球隊比賽 禮拜六禮拜天去舉行 你看 從此不准在這個 上班時間舉辦 我不曉得這個要多少錢 再來 U-PITE 他在從前30分鐘減編幾年 我都知道他都看得太多 我說那個 前30分鐘要收回 收五塊錢 這樣差多少錢 九千多萬塊 所以 再來 往內密打 現在在弄 這個大概可以省到外衣 再來 FY-FY 他在Wi-Fi 台北市政府要自己弄 一年要花一億兩千萬 我說我們都不能把這個 這個各地的這種 7-11 或是這種全家 Wi-Fi 來整合你 這個估計 每年可以省掉 降到六千萬 這個 我給你看看 台北市政府 每年穿的 買的衣服 有多少錢 就像那些運動會的衣服 每次看個運動會 大家再做一套 當然還包括這個 檢查政府這些算不算 台北市政府一年的 衣服的錢 一億六千萬 我跟你講 我去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才發現 100年三年 整個台北市政府的比算 88%是一次性消費 用在建設 我們叫做資本門的 也用在資本門的 不到12% 集團這樣開了 我當市長一年 有一點我對最驕傲 我做一年的起床 台北市的工程 你知道 通通沒有最佳預算 但是街市長的時候 你知道嗎 台北藝術中心 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還有那個北度網球中心 所有的工程 全部最佳預算 這些最佳都好幾億 我跟他們講說 只要我當台北市長 預算變多少 每個人要有財政記憶 要為自己的先維護者 大巨蛋的問題處在哪 哪有簽約後 以後還可以改設計組 有一個財團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大老闆跟我講 他說 如果我知道大巨蛋 簽約以後還可以改 還可以改設計組的話 我就去飆了 我要問的是 為什麼只有趙聰明知道 他可以改設計組 以後不可以這樣 工程發包以後 工程的設計 怎樣就是怎樣 每個人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 你今天如果說 因為汽油的價格就會變動 或是國際這個 鋼鐵的價格突然變動 最佳5%就 這不得了 哪有那個 每次最佳預算最佳好幾億 幾十個百分 我後來去查過 你看 發國的預算 工程的預算最佳350% 這個國家不會這樣 政治沒有那麼困難 政治是找回良心而已 政治是開始做 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情 政治要讓人民開始相信 公平正義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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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看 政策的形成 三個因素 民意 專業 價值 當然我們要遵從民意的意思 但是 作為一個科學家 我們有專業 歪到 所以 政策不能 親財公共 要有科學的數據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要講數字 所以要尊重專業 後來 最重要叫價值 我要跟大家講的 其實 比政策更重要是價值 到底你相信的是什麼東西 政策會因為環境不同的改變 但是不會因為 環境不同改變你的中心價值 所以政策的 與民意與專業價值 所以政治很簡單 講實話 做實事 我們要創新嘛 要追求效率 做創新 要以後你 如果股定股就改掉就好了 我們還是追求一個效率 更重要 甚至要我們要建立一個文官制度 我去當台北市長之前 台北市那個都更 從開始去申請到出來 跟你講說你有過沒過 平均要等七年半 我說我派生不歸去送 豐富都比他快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每個都不敢做決定 他就能拖就拖 最好是拖到我對銷 所以要重新建立一個文官制度 文官制度就是要讓那些公務員 趕 立法行事 我最大我市長最驕傲 你知道嗎 去年那個警察局長 跟那個消防局長 都沒有說 那個環保局長 他說這個頭一件 以前常常有 民意代表 我擔任總長 警察局局長 今年這幾個頭幾家 我說從現在其實沒有這回事 從現在即 我們在這個 這個 考基 裡面有一個所長有收到任何的觀眾 不準 從現在開始 你知道 我當台北市長以後 台北市政府 實質整理上的文官 全部用林選制度 都不是所長本人決定 所長可以提免三分證的人 那個林選委員 市長立志 就是派三分證 我就隨便點 那組織委 國民地 用投票 它有一個制度 圈紮三角球 打破一個制度 從現在開始 你知道 台北市的任何有 那個高等文官 都不是一個人可以決定的 都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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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投票簽制的制度 其實我們就這樣建立一個 用長期可以理解的國家 我剛才知道 我剛才學習長的時候 聽老半天 聽老半天 聽起來很怪怪的 我說我智商了150 我又很認真在聽 我很充裕 又很認真在聽 可是我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聽起來怪怪的 我說 從現在開始 我們要建立一個 用長期可以理解的國家 我會聽你很怪怪的 所以 以前我在做藝衆的時候 他說 心除了散戀 盡力而為 如果在這禮拜起庭 藝衆 做兩個原則 保持一個核心價值跟基本價值 你到底想起什麼東西 你堅持什麼東西 這叫核心價值跟基本價值 什麼叫核心價值 你知道 我來講 我的核心價值 就是民主 自由 法治 人權 官員都會落實 永續經營 比政策更重要的是核心價值 臺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嗎 不完全 為什麼 真正的民主國家 政治要為人民所共有 有相當長一段時間 臺灣搞政治任務 不是官惡代就是不惡代 一般老百姓哪裡有機會 所以我當覺得說 從我開始 我進入政治 要讓政治為人民所共有 每個人都可以有機會 不是只有官惡代跟護衡代 被把持整個臺灣的政府 要做到自由 我開始在選議論 我只會說 臺灣人民的自由的國家 很多選舉到在捐錢的人 都不敢 他說 你金黃銀河不得名 我常常說 如果在一個國家 人民連捐錢的自由都沒有 他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為什麼人民這麼害怕 臺灣是一個法治的國家嗎 如果是的話 今天可以當台北市長 我告訴你 我也想去你 我本來就好人在台北 所以他今天被逼到當年市長 比我來說 我是不信任 他當年少爺什麼拜託的時候 我會去看 人生能留他情緒 我也去跟他頓序來講 有一天 那個旁邊 不管他怎麼樣 他做一個臺灣的總統 有一天他七三十點來跟他拜託 對我來說 他都是辯人 所以在選舉的時候 人生能說 你對阿扁有什麼看法 我說你跟阿扁都一樣 你們都說很辯人 對我來說 你知道 阿扁是平安 我都在大年了 我沒有去想太多 結果喔 我那個監察院 衛生局 衛生署 醫社會 檢察院 立法院 立法院 立檢處 工程會 調查 我用槽啊 迷密麻煩 你知道嗎 他會知道法治的國家嗎 這個整個嘛 我想講說 有時候講這個 你覺得聽起來很好講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你們知道不知道江國謙在哪裡 如果你是江國謙 你怎麼辦 人不是你殺的 怎麼會把你出去搶你啊 要把他親吻 江國謙那個樣子 人不是你殺的嘛 要不要親吻 你們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如果你在江國謙你怎麼辦 所以台灣是一個華資的國家嘛 當然這個有人權的國家嘛 不是 官懷弱勢力呢 所以目前台灣喔 最有錢的5%跟最窮的5%嘛 收入已經超過100個月 貧富懸出 越來越厲害 我要跟大家講的喔 對窮人討貌 不是靈隱 而是保護自己 當一個社會有太多的窮人的時候 那個國家不要定 所以官懷弱勢喔 喔 並不是說你道德高尚 也不是說你要表現你的靈隱心 關懷弱勢是保護自己 因為它可以讓一個社會更安定 再來喔 永續經營 我剛剛過17年喔 台大因為外特加護病房子 所以當時我反對核實 並不是我反對核實 可是因為台灣的地理環境就沒辦法 我在米尼阿波里是住過的 米尼阿波里是北方200公里就有核電廠 可是世界上沒有把核電廠開在人口密集區的 台灣那些地理的特殊狀況 也沒有辦法在那個離台北市30公里的地方 擺核一 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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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四 擺三個核電廠 我當過17年台大院外特加護病房子的人 我是台灣重生醫學最高的部位 我就沒有白告訴你 沒有核化災業病房子 因為那個核佛失散跟百萬人口 那個劇本都寫不出來 可是我常講說 如果沒有辦法蓋人事 為什麼國民黨堅持要蓋 因為他們沒有把台灣當作home 他們一直把它當作hotel 那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 比政策更重要的是 基本價值 同樣的 我們有基本器械 你知道嗎 我們相信公平正義 這也是李登輝跟我講的 李翁如果 要打破藍綠 另外一個比藍綠更高的東西 那個東西就是公平正義 讓台灣人民開始重新相信 莫名正義是我們要追求的東西 我們相信 開放政府 全民參與公開透明 我們相信 眾人的智慧會操入各國之間 我們相信 如果有選擇 要堅持正面跟政府的方向 我們相信 人應有夢想的偉大 我們相信 歷史是朝正面的方向去發展 當然更重要的 我們不會為了短期的利益 犧牲長期的利益 不會為了少數人的利益 犧牲多數人的利益 也不會為了政黨的利益 犧牲人民的利益 其實在政治上 我們常常在台北市政府 市政會議 每次很多會有辯論 有時候政策很難決定 每次遇到辯論的時候 我就問一句話 我說如果50年後再回來看現在 我們現在該怎麼做決定 我每次只要講這一句話 那個答案都很清楚 我說不要為了短期利益 犧牲長期的利益 未來十年來 台灣政治上最重要的工程 就是要重建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有兩個條件 第一 建立一個值得人民信任的作用 我們過去這個政府人民相信 第二 要讓公務員會安心的執法 現在 我最近那個美和斯案 法院判決出來 記者問我說 你有什麼看法 我說美和斯案 就是兩個無間的公務員 為什麼 你知道 美和斯這個判決 沒有行貴者 也沒有人送錢 沒有財團對主 也沒有施壓者 沒有收拾者 也沒有長官要求他們改公務員 就是兩個公務員 熱點貼人家的冷屁股 自己去改公務員 然後把幾百億的財產 頒給財團 你相信嗎 你相信嗎 可是為什麼最後判決是這樣 如果有這種判決 你認為台灣公務員會認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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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出事都是他們相近好 上面都沒事 為什麼都查不出來 為什麼保住這種感覺 所以 未來二十年以後 台灣政治上最大的工程就是 要重建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第一 要建立一個資格人民信任的政府 第二 要建立一個公務員感安心執法的環境 我剛剛當市長第一年 其實還是有很多要改進 我以前只有幾前 剛才你來一來最高級 還是比較威風一點 我常常都很怕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說2015年 還是有一些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把它當作要還行改進 因為我那一年做還做 我應該要還行改進 2016年這一年 其實我們要做的是 努力和平 台灣喔 不可廢言的還是有男優的問題 但是我們有不同的過去 比如說我們有共同的現在 問題是我們要不要走向共同的未來 這是我們要去思考的問題 所以我就主張 還在一個程度上 要和諧 和諧要怎麼做到 從重整開始 比如說我是不是很喜歡你 但為什麼要重整 從重整到包 那如果可能的話 看能不能欣賞 你知道嗎 然後最重要是可以共識 不管我喜歡不喜歡 可以跟人家做事 所以台灣將來要做到 和諧 那當然還是有能力 台灣的經濟狀況 其實我們非常 我們今年GDP 很多經濟學家都 現在我們今年GDP 成長會買還是 所以台灣還是 過去表現很好 但是在這四幾年當中 很明顯的有多好 以前我們的GDP 原來南韓是三千美金 現在就輸超過兩千美金 也就是在過去十九年當中 台灣越南韓追過五千塊美金 一年 所以台灣還是 你說有沒有很進步 有啦 但是進步太慢 只要你跟南韓比起來 就輸掉五千塊美金 所以我還是很努力 台北現在是改變IMG 這IMG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進行室 還在改變 所以 我聽說 有人說 你剛才是在做什麼 我說我在戌西亞 對 所以開玩笑的話 我常常講 我還是很像 1949年的哥倫布 在航向一個不可知的未來 我聽說 我們台灣人 要重新恢復 海洋國家的性格 什麼叫海洋國家的性格 我最問 一日北高 你們 用20個小時 從開北西岸 往高速 在原來228的時候 坐了一間更可怕的日子 那一日雙打 從台灣最北端的 富貴角燈塔 用28個小時 騎到河南比 28個小時 騎560公里 騎到河南比 這出發的時候 嚇大鳴 你知道 我們那個 那個要騎人 來問那個教練說 這下一個天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 那個教練說 我也不曉得 我從來沒有在這種騙機騎過 哈哈哈哈 如果這樣 不管是下大鳴 我還是從台灣的最尾端 28個小時 騎520公里 騎到河南比 這是我另外點數下一個 我用這句話 這個 這個來做今天的結束 你看 你有多久不敢用這樣 如果啦 完全有保護才去做的話 就世界上沒有幾件事可以做 台灣做一個海洋國家 海洋國家的選擇主 就是喔 冒險犯難 不怕失敗 不怕困難 其實面對困難要問的是 怎麼去做到 不怕失敗 才有機會會成功 成功和失敗 真正的差別在一個意識裡 所以有人說 要等一下才可以說 台北一直騎到高雄 我跟大家講 第一步是要奏向腳踏車 第二步就是雙腳踏車 一直踩一踩就踩到 所以喔 2016年2月28號 你知道嗎 在這一天之後 你知道嗎 當每一個台灣人遇到困難的時候 好像這個困難喔 很困難 他怎麼做都不太可能完成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希望大家都會想到 曾經有一個阿伯伯 在大家都不相信他的時候 他 堅持他的夢想 你知道嗎 不妥協 他相信自己 堅持自己的夢想 其實五百二十公里 大概二十八個小時 用腳踏車騎到我們來 這最後靠的是 才是醫生力 所以喔 我們說 我們現在是從 期待改變成真 到實現改變成真 到大家可以參與改變成真 到繼續改變成真 總來 來啦 我不知道到底我會做什麼事情 但以外還是那句 我心中有一個 精進的信任 我有三個信任 第一 台灣人 這座台灣這部古典主人 台灣人 要掘得自己的名字 台灣人 講一下 公平正義性 這是我 歡迎 這樣才不管怎樣 這是我心中 絕對不會改變的信任 所以最愛 以外 台灣人的武漢 可以佩服大學 恭喜 非常感謝我們來自大文哲市長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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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有提醒我 市長要贈送我們這次大會籌備兩位主席 舒芬 那請我們兩位主席 林榮松醫師跟林榮先生上來 那剛剛我也看到市長的slide 我發現 現在是市長來 我們可以安排你從北加州騎腳踏車到哪加州 謝謝 現在呢 現在呢我們要一桌一桌的上來Stage這裡跟市長其他的團隊合照 那我們是一桌式的齁 我跟我們Iva在這邊會準備先 我們就從一號桌然後二號開始預備 那這樣子很快的這樣子做團體照